結晶到一半 愣了一下 確認過眼神 才發現眼前的黑男 不是一般消費民眾 而是行走費洛蒙 瘦子 歌詞創作充滿自我風格 堪稱新一代年輕饒舌天才 瘦子憑藉個人魅力吸粉無數 卻有超商店員 不但上班到一半化身粉絲 甚至還外流店家監視器 潘網炫耀 我覺得我這輩子活著值得了 體溫溢出引發熱議 圓後似乎也發現事件大掉了 趕緊把影片下架 對此當時超商回應 為了保護客戶隱私 監視器畫面不得私自翻拍外流 此個案為兼職人員不當行為 已經暫停排班 加長內部教育訓練 只是類似的案例 還不止一樁 臺灣天后 蔡林日前展開世界巡迴演唱會 沒想到在中國重慶私下 搭地鐵影片 卻疑似遭到內部人員刻意外流 我光憑這些影像就可以來判別 這個人是誰 這是屬於個人資訊的部分 如果把這個個人資訊 放到網路上的話 就有可能侵害個資 那最重可能是要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 喬約偶像機會難得 但如果在大庭廣眾下 擅自拍攝還曝光 還是有可能因此吃上官司 三十七文 陳一翔 由他長新宜 臺北廠商報導